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最近介绍了 为什么晚上时时会小腿抽筋呢? 还有有什么营养素可以改善我们 这个抽筋的情况呢?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有什么食物可以改善 因为除了我们运动的时候要暖身 运动的时候量力而为 避免肌肉疲劳导致抽筋 在饮食上我们也可以多加注意 因为我曾经介绍过 钙、骨、甲、维生素D 这些营养素如果缺乏了 也会容易抽筋 很多朋友说缺乏这些 就去买这些补充剂 但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吃这些营养补充剂 因为很多天然的食物里面 都有这些成分 现在就介绍给大家 有十种可以预防抽筋的营养食品 第一种就是香蕉 为什么首选香蕉呢? 因为香蕉除了有高甲之外 它还有尾和钙 四种之中它佔了三种 而且攀带方便 所以一说起放抽筋的食物 第一个就是选香蕉 第二就是高品质的淀粉类 例如蕃薯、薯仔和南瓜 它都有钙、甲、尾 而这个蕃薯它的钙含量是香蕉的六倍 所以蕃薯真的很有益 而薯仔和南瓜有很多水分 可以避免因为脱水造成抽筋 第三就是牛油果 或者叫做萝莉 这个一个就有 甲的975克 很高 相当是香蕉和番薯的两倍 而甲对于肌肉的运作很重要 同时对心脏的健康很有帮助 第四类就是豆类 因为豆类有很多味 除了还有很高的纤维 可以人肠通便 还可以控制血糖 同时能降低不好的胆固醇 即是低密度脂蛋白 LDL 第五类就是瓜类的水果 好像蝦蜜瓜 香瓜、木瓜 这些瓜类水果 因为也有很多的味、钙 大量的水分 有少量的纳 在我们运动的时候 如果我们因为流了很多汗 那就会流失大量的纳和水分 如果流失过多 就会造成脱水 那就很容易抽筋 所以运动之后 最好你吃蝦蜜瓜 或者西瓜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第六类就是牛奶 因为不止有丰富的钙、钙和钙 也是很好的水分来源 另外牛奶有高的蛋白质 还能够帮助修复运动后的肌肉 第七就是深绿色的蔬菜 好像乳衣甘蓝 菠菜或西兰花 都有丰富的钙和味 研究也有显示 涉取高钙的食物 可以有预防惊痛的效果 第八就是喝杯橙汁 大约250cc一杯的橙汁 有500毫克的钙 以及27克的钙和味 第九就是坚果种子类的食物 因为有丰富的味 而且很多的坚果种子 还有很多的钙 最后就是蕃茄或茄汁 蕃茄有丰富的水分和钙 如果你拿杯蕃茄汁喝 250克的蕃茄汁 就能够摄取15%每日建议的摄取量 所以不需要一定买补充剂 这些这么简单的食材 已经有很多这些的营养素来源了 所以经常都容易抽筋的朋友 这些真的值得你多吃点的 多谢你们收听